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吉年华 来自圣河咖啡 饮品梦工厂 今年是我从事咖啡的第22个年头 最早是在1999年的时候 一开始接触咖啡 了解咖啡 非洲作为一个咖啡的发源地 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优质的咖啡 残驱基 这种特殊的海拔 土壤及气候 孕育了非洲咖啡非常独特的花香 水果的风味 火酸 非常醇厚 非常饱满 18年的时候 有机会去到非洲的SFB 包括乌干达这些咖啡的产区 去学习交流和考察 其实有些画面特别让人的难忘 看到咖啡龙他们的孩子 是赤了脚在咖啡中间里走来走去 看着他们非常灿烂的笑脸 天真无邪的眼睛 因为他们给全世界的人 习惯了最好的 最优秀的咖啡 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的保障 这些栋梁人 如您可以看到 有种类似的 没有用于化学 没有用于化学 它是更普通的 它是非常健康 有种健康的衣服 没有更加化学 因为我们是推荐我们的咖啡 成为我们的咖啡 成为我们的咖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咖啡 它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咖啡 所以在未来 如果这个咖啡是推荐 成为不同的世界 它会变成很棒的咖啡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希望推广非洲的咖啡文化 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非洲咖啡 喜欢非洲咖啡 从而促进中非的咖啡的贸易 真正汇集到咖啡龙 通过中非经贸这样一个平台的话 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咖啡的产区 产地以及当地的合作社 直接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和交流 从而取得一手的信息和资源 节省我们过去在采购过程当中的 时间成本以及物流成本 整个的采购成本可以下降接近30% 我们接下来也会孵化一个 以非洲咖啡为主题的咖啡品牌 以售卖非洲咖啡为主 加深中非的情感